很意外地就做了 全香港第一套 长篇电视剧的女主角 那是全香港第一套来的吗 《荔极影星》都有很多电视剧 那些不算 那些短片 短片来的 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或者是一两集 但是这个是几百集的 是第一套 全港第一套长篇电视剧 就是《梦见晴天》 那几百集 是不是都是直播 还是录影 录影 全部录影 因为我经常都想着 初期的电视剧 很多都是直播的 因为我生长在《荔极影星》的时代 是 《荔极影星》就会 他们是直播的 我心想着 无线电视剧开台初期 会不会都是直播呢 是录影的 而且一开始是15分钟 一集是15分钟而已 因为反应好就变了半个钟头 就一直播下去 而我也很幸运 第一套长篇电视剧的男主角是冯瑞凡先生 我们叫他阿瑾 然后做我妈妈的是梁顺燕 做我爸爸的是姜中平 还有就是做我姑妈的是黎小芳 全部都是好戏之人 好戏之人 好戏之人 你不如我们先讲讲这个梦断晴天 究竟那个故事内容是怎样 你还记得吗 也有些印象 听众呢 我也知道 因为在我们的听众面都很阔 有些比我的年纪轻一点 有些年轻很多 可能他们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是听名字就听得多了 是说什么的 一开始就是 梁天是一个作家来的 是我邻居 就说要把我的一生写出来 那我一出镜就是六十多岁 OK 是做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就回忆一下 怎样在一个封建家庭里面 就认识到冯瑞凡 怎样跟她的爱情故事 怎样她死了之后 我怎样独力抚养的儿子 就是这样的一生 还有上官君慧 就是做我的包租婆 但是全部 除了我之外 全部都是资历好心 还有第一个演员 那我就很幸运了 就是我一出道 遇到钟景辉 他又教戏 然后所有的对手 全部都是会演戏的 那我完全都不用 不用怎么做都可以了 有很多训练班出来的学生 在初初有机会去接触演戏的时候 他们两个经验 一个经验就是震腾腾 第一 第二 就是被导演或者工作人员 骂到神经 因为又不懂得对镜 因为表情又不够 诸如此类 这些情况你有没有遇到的 没有 一直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好事呢 很幸运就是 我回头一点 就是在丽的年代的训练班 我其实还没做报告新闻之前 我读了大概两三个月 基商堂老师 他是全个配音组的主管 就是教我们配音的 找到来给我们配音 一看完之后 就是配迷离世界 一些是很神怪的东西 或者什么东西 他就找了一个女人 给我们女学员配 我看见到 我看见到 他就惊叫 我看见有死人 哪里有什么意外发生 我就很投入地 跟着那个角色 在那里叫 全班都在那里笑 在那里狂笑我 被基商堂老师在那里骂 这才为之配音 那我很开心 那没多久呢 基商堂老师就将我 就在训练班里面 拿了出来 其实我最早就在那里 配小仙女 还有配一个 是星空不知什么 传奇之类 凤穗凡做个队长 我做个机械人 这个是非常好的经验 因为那个机械人 不用对嘴 那个机械人的头顶 我当时登一亮 那我就说话 那你说多好呢 我一见到他眼睛登上 我就在那里说话 队长什么什么 那当时基老师 也是听中了我 好像很男仔的声音 那其实年轻的人 可能不知道 年长一辈的 个个都知道 基商堂老师 是一个音乐家 那还有他对 声控的要求很高 他既然选得到我之后 给了个这样的机会 我最感激的就是说 我熟悉到那个环境 而不需要太顾虑对嘴型 因为那个机械人 一着灯我才说话 而我就在旁边可以看得到 冯穗凡是怎样配音 陈比利是怎样配音 他们那些语气 他们那些工作态度是怎样 我熟悉到那个环境之后 第二套戏就是配小仙女 他让我配一个小仙女的弟弟 是家宝 家宝一抵的时候 一想走的时候 就变成一只小雀飞走 我还学习做一些特技 就是我一飞走的时候 我立刻现场 等于拿一张报纸 就变成一只小仙女 我要飞走了 那我就飞走了 拍役 就是这样拍役飞走 自己做成声音效果 对, 自己做成效果 在那个环境里 我是非常投入 和很喜欢的 最考我的功夫 就是配沈曼仔声 也不是考我的功夫 是考我的功夫 是有一个Be Witch的剧集 那里面的姑妈 那个姑妈是很害怕无神 说话又快 而且又口吃, 又很漏暴 我又要捉她的嘴型 又要留意她的语气 那是最考我的功夫 我在那段时间里 也是领班陈浩先生的要求 肥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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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基昌堂老师的要求 那在那个阶段里 我是学会了怎样声哄 我是怎样神经质上来 是怎样声线 怎样吊起一把声 或者是何时配泰山片集里 做一些女主角 我是应该怎样 那变了我觉得 在日后我演戏那里 对我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个我真的很同意 我发觉很多演戏演得很出色的人 他们的台词是非常好 是吗 完完全全你听不到他们的瑕疵 他那个感觉 就直接闭上眼睛 你都听得到那个感觉 原来这个训练对你们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 就算你哭, 就算你是开心 你那个对白都要交代得很清楚 他要给你惊死了 你说什么呢?你哭什么呢? 我真的被你惊死了 那你也… 有人听到你是在做什么 一哭, 一哭上来 你一块一块地说什么 我都会有时候 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 我遇到自己的双唐老师 遇到冯水凡 第一部长篇电视剧 和冯水凡在一起 那为什么很多人叫他阿锦呢? 他其实是謹慎的锦 是 有些人叫他神经紧 神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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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应该有这个常识 或者他对你有要求 如果你明明是一个演员 不应该在镜头前走过 你经常阻止了一个镜头 或者别人叫你左一点、右一点 你完全是没有的 要那个镜头来遇到你 他就会说, 你操哪一行? 你卖米的? 你卖这一行, 你就不要进来 你去到那个环境 就算不懂演戏 你都懂得去耳听八方 即使要观察到 懂得收拾 没错 他喜欢骂人吗? 不是, 喜欢骂人 他根本上如果你是… 他从来没骂过我, 我说真的 如果你骂到连这些你都不懂 你就不要阻止地球转 当他有这种这样的… 刚才你所说的指证人 或者有这些批评的时候 他是做导演的时代 还是做演员的时代? 做导演 做导演 《李白集》是长篇剧 是 破了香港电视史上 属于第一个最长篇的电视剧 是… 当时当然很平如潮 应该是吧 因为这样的缘故 公司对你有没有一些… 另外的安排 或者当时你那个… 四周围的对待 会是一种什么的经验 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最记得最清楚的是 当初我拍一集剧 因为是15分钟 我只有80元 1969年, 80元一集剧 听说当时那个外国人 是Mr.Betnell 就是电视剧第一代的… 总经理 总经理 就经过电视剧 看到这个女孩是谁 怎么会演戏 King Sir说, 外面找回来 当时没有签约 他说, 快点签了他 立刻薪金是150元 很开心 那每天一集 每天一集 每天一集 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数据 挺胖子的 是, 挺胖子的 突然升了一倍工资 又签了约 但是当时我又和香港电台 有工作的 我当年和香港电台拍 第一代的《狮子山下》 拍很多剧都是我有份做的 所以我的合同很有趣的 一、二、三是香港电台 四、五、六日是TVB 两份工资 我们回来说 梦断晴天 令全香港都轟動了 因为在电视上 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电视剧 这个又牵涉到你第二个恩师 是… 第二个恩师是King Sir 是… 他如何除了梦断晴天 给你机会之外 接下来他再有没有安排你 在其他剧集里面演出呢? 因为当时真的没有对手 因为当时只有我做 很后期 汪明荃才在日本留学回来 他也是做《欢乐今宵》 我梦断晴天 还未曾正式拍完 我就和刘方刚结婚了 是吗? 是呀, 还未拍完 还未拍完 我因为… 我不是说 简Sir把我带去见钟景辉 又带我去见刘方刚 刘方刚就说 除非你剝了一只肚子牙 是, 我记得 是, 如果不是的话 出来的形象 好像跟洛蒂坚很远 你弄一只牙出来 那时候又小了, 对吧? 他想我成熟一点 我说我情愿不做女主角 我不剝牙, 我不肯剝 到现在好像还有 这个肚子牙, 我还看到 他说你跟着长记 就和刘方刚接触多了 后来跟长记之后 就和他结婚了 我要补充一下 刘方刚先生 是很多这个行业 他人称呼叫刘老师 他也是我一个旧上司 是? 是, 因为在无线电视的时候 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协助刘老师管理的训练班 是… 他是训练班的主任 是 因为他是制作经理 他要兼训练班的管理 他也是很有级数的导演 是, 因为他当年在意大利留学 讨戏剧后 他留在郭泰 郭泰 郭泰 电贸 后期叫郭泰 电影公司 他拍了《家有言妻》 拍了《恭喜發财》 离开了之后 就帮光艺公司拍了《不在有春天》 之后TVB就找他 就是进来搞训练班